劳动部我觉得应该改名字 叫劳改部更加名符其实 他本来是要去照顾全国的劳工的 职业灾害职业职场霸凌 保护好劳工的权利 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 这些民进党拉拔出来的大官小官 他底下的员工就是他的第一线劳工 那我们不可思议的是说 我们看到这一批民进党的大官小官 哇每一个人都是官威 胜天 这个顶天立地好了不起 讲起话来都是像个小皇帝一样 土皇帝一样作威作福 原来民进党是把我们的政府管成这样子 原来我们缴纳税钱给这一批魂球 就是这样子在管我们的部会的 难怪劳动部什么事都做不了 我们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 先不管谢一龙他现在要干什么 我们就问一件事情 他这个行为 是上级长官都不知道吗 他的署长 他的部长都不知道 当长官的人至少要往下管两级 那你这个部长都不知道 蔡孟良干什么事 都不知道谢一龙干什么事 那你这个部长 哇还能够 还能够大大方方的坐在部长的位置上面 而且更令人压抑的是 第二件事情 谢一龙怎么升官升那么快 他什么背景 他跟蔡孟良什么关系 还是跟许明春什么关系 还是跟陈菊什么关系 因为陈菊是劳委会当过劳委会主委嘛 后来他会升级劳动部 那陈菊老师自己认为他是劳工 很重要的一个领导人 然后他就在劳工里面布下了 一大堆的这些权力的装脚 也是后来他选上高雄市长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你把员工管成这样 你好意思在对工会讲话吗 对劳工讲话吗 为什么谢一龙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 连跳两级为什么谁跳的 立法委员问蔡孟良说 他怎么会升上去靠什么 靠是他在陈菊旁边提过皮包吗 这个蔡孟良不敢吭声 他说我会深自检讨 还是你蔡孟良为了拍陈菊的马屁 提拔他的人好跟陈菊沟通 还是别的原因 还是你奉许明春的命令 因为蔡孟良怎么看都不像 这个陈菊的人马嘛 可是有来拍陈菊马屁的话 提拔他的人是一个拍马屁之道 古代的那些贪官 这些宦官的不是这么干的吗 提拔这个皇帝 或者是大宦官 魏忠贤喜欢的人马嘛 来讨好魏忠贤跟皇帝嘛 对 那有了这种靠山 当然对属下会予取予求嘛 予止气死嘛 土皇帝啊 上面有个陈菊开玩笑 陈菊是连赖清德都敢打压的人 要不要提醒赖清德 再提醒一次 2019年陈菊在民进党中堂会 怎么修理你的 要求改变这个初选规定 要求改变初选日趋 硬要扶蔡英文上位 把你赖清德打趴在地上 那你赖清德现在敢不敢 对陈菊报仇啊 你也不敢 你也没那个胆 那现在陈菊底下人出事了 你要不要顺便清算一下 而且更荒唐的是 这个新爆料的原来蔡孟良 也是这么获射啊 所谓不具名立委爆料 应该是民进党的 怎么不敢讲呢 民进党的立委你干什么 谁就不具名 对啊你怎么啊 你怕什么怕陈菊派系 怕成这样子啊 这个是什么玩意儿的立委 干到立委还怕东怕西 你在干什么立委啊 还有立委是不具名爆料的啊 你听过没有 立委都大道方方 我讲谁都讲谁啊 咱哪什么不具名爆料的 又不是私人的事情 这是公家的事耶 然后更可笑的 他说许明春说 林淑芬对他怎么样 坦白讲 民进党里面的立法委 林淑芬真的是 一个不错的立法委 不同党派立场不同 我觉得他过去的服务过去 在立法院的表现可圈可跌 他今天爆料一件事情 我上去看我傻眼 这个许明春啊 伟大的劳动部长 为了庆祝什么 姓平等工作法通过20周年 就花了就业安定基金的钱 办了一场所谓的音乐会来纪念 底下坐着陈菊 然后台上刚开始在演奏 没有什么人唱歌 最后压轴有一个人唱了35分钟 那个人叫许明春 歌声还不难听啊 只是那个画面难看了一点 我实在不懂 花劳工的钱 来帮自己办演唱会 难怪林史文批评有道理啊 你就是花劳工的钱 在帮自己办演唱会 那干嘛 在唱歌给陈菊听 拍拍老板的马屁 以后升官方便 还可以选高雄市长 我是乐意而且欢迎民进党 提名许明春来选高雄市长 乐观其成 乐观其成 这么了不起的人 怎么可以不提名他呢 赖金德你简直说会言不是英词啊 他自己也没有松口说不要选 不要什么 他今天有被问嘛 说要不要退出出选 怎么可能呢 他也不回应 他是陈菊的嫡系 这个地盘被陈其脉拿去 搞得快要八年 已经让陈菊很不爽了 当然培养自己的局系人马嘛 局系就是保障陈菊 可以继续在民进党 横行霸道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当然有人会解释成 这是一个党同伐异 或者党派斗争 每个派系都在围攻陈菊 其实不是嘛 陈菊的人能看吗 你看看现在多少出事的人 是陈菊的人 陈其玉也是陈菊的人啊 不是吗 不是刚跑了吗 对 人在哪里 他是不是躲在陈菊家里面嘛 对不对 无聊嘛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事情拿出来检讨 跟正式有什么关系啊 你要不是被林蕯恩爆料 挪用就业安定基金 拿你自己的钱办 我们没话讲 挪用就业安定基金 来帮你个人办演唱会 唱35分钟的歌曲 然后来取悦陈菊 让陈菊上台就好好赞美你 对选高雄市长有帮助是不是 我是觉得这些民进党人 吃铜吃铁 实在已经到了极尽无耻的地步 给大家因为仨高于百分之期 给大家帮助 谢谢大家 还有 电党人 稍微